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被人拍下了视频 爆料民众还指出曹哥不仅狂飙英文 还骂脏话 还拿东西砸餐厅的老板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张是什么爆料公社 我尝尬 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然後還覺得自己在做什麼 還以為我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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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有病 這朋友也是有病 他把他帶走 所以他們就是一生 怎麼樣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的耳朵還好嗎 那麼這件事情 10號的上午曹格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說對方是因為在借機勒索 並表示自己不會向對方道歉的 自己並沒有錯 是對方挑釁自己在先 隨後他在Instagram上發文 說表示會尊重警察和法律 之後的一切將會交給警方 自己將不再回應這件事情 緊接著在3月11號 曹格又上線了 這次他在Instagram說 由於爆料來歷不明 各大媒體在未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 以及真相的情況下 就做了文章報道 他說我很失望也很難過 並且喊話爆料者請出來做筆錄 堂堂正正 否則我會盡力把你找出來 並且進行提告 在3月11號 這個不僅曹格自己發聲 曹格的經濟公司 也針對前幾天大鬧飯店一事 發布了聲明 說已經由公司代表向店家及員工 達成協議並取得和解了 店家也向警方報案 消案了 由於爆料者違法竊錄 並肆意剪輯影片混淆視聽 損壞了藝人的聲譽 這樣的爆料行為 他們說一定要將採取 進一步的法律行動 不知道大家是否對於這則聲明 有所認可 但是我們從爆料的內容來看 真的是非常的爛耳朵 不知道聽了之後 大家有何感受 那麼其實作為藝人 其實不僅僅他是賺到著 普通人根本賺不到的工資 或者是有著非常高額的報酬 但是他平時的一舉一動 甚至包括他私生活 也都在狗仔或者是粉絲 或者是觀眾的視線範圍之內 所以作為藝人最重要的一個敬業素養 就是要時時刻刻保護好自己的言行 我覺得這也是享受名利 所帶來的一種犧牲吧 不知道這件事情大家怎麼看呢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劉詩詩的最新關 3月10號是劉詩詩的35歲生日 這一天特別的熱鬧 他收到了很多的圈內好友的公開祝福 那微博上也是一片熱鬧非凡 劉詩詩的圈中密友韓火火呢 也發文祝賀 親切的喊劉詩詩叫小姨 還酷酷的說大舊勇相伴 可以看得出來呢 兩個人關係真的是非常好了 而最受人矚目的肯定還是楊蜜 大家知道之前呢 楊蜜跟劉詩詩的CP一度之間非常火 然後大家就看到這個就覺得特別的感動 這個楊蜜跟劉詩詩終於又同框了 他們的友誼又重新出現了 所以楊蜜給劉詩詩發表這樣的生日祝福 也配上了非常甜蜜曖昧的圖片 也成為了當天最熱門的話題 畢竟劉詩詩跟楊蜜出演的《仙劍3》 是很多人心目當中的白月光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一段 然後他們倆也成為了這部戲結緣的好閨蜜 可惜楊蜜跟劉詩詩在合作完《仙劍3》之後 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在互動漸行漸遠了 至於背後的原因 其實有很多一些說不清道比你們的關係 但是主要就是因為楊蜜出走唐人了 但那個時候劉詩詩還在唐人 所以楊蜜跟唐人的關係破裂 就是他們背後的經濟公司 劉詩詩也不好再跟楊蜜有些親密的往來和互動 畢竟中間有這層公司的關係在 除此之外 在劉詩詩跟唐人合作期滿之後 他也跟唐人不再續約 他們兩個的關係才漸漸地緩和起來 再加上他們之間分別發展的關係 最近更有是因為他們曾經都和港台明星結婚了 所以也讓他們倆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話題 現在他們倆的關係逐漸破冰 聯繫得更加頻繁了起來 也是大家所喜聞樂見的 這一次劉詩詩過生日 楊蜜不僅公開發文 還曬出了兩個人抱在一起的特別親密的合照 立正了兩個人的閨蜜情勢依舊的 所以狠狠地引發了一波回憶沙 很多人直呼也驚迴 當然了很多人這個標題都起出了 包括很多媒體都出現了標題黨 說楊蜜再婚了 楊蜜破鏡成員了等等 說的就是失秘CP 其實儘管娛樂圈裡很多的明星 都為劉詩詩送上了生日祝福 但是唯獨一個人 一點動靜沒有 那就是劉詩詩的老公 要知道 劉詩詩之前 前段時間 剛被傳離婚的傳言 當然了 他們兩個人都出面否認了 現在老婆過生日 反而老公默不作聲 吳奇隆呢 微博上是靜悄悄一點動靜沒有 所以這個吃瓜群眾就再次起了一心 要知道啊 像這個我們不是我們是有錢科的 有錢車之鑒的 像這個Angela Baby跟黃小明 他們在離婚之前呢 本來之前他們平凡秀恩愛 平平互動 但是在離婚的前面的一段時間呢 他們就完全沒有往來 也沒有這個互相的互動 甚至連過生日的時候都沒有人發文 祝賀啊 那麼這是不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證據啊 或者說一個重要的線索呢 是不是呢 大家自有判斷 但是也有些網友說了 大家太大驚小怪了 你看吳奇隆的這個社交帳號 看他的微博就知道 這只是吳奇隆個人的一貫風格 他非常的低調 而且呢 他們倆本來就很少在微博上秀恩愛 生日祝福呢 更是從來都沒有放在檯面上過 有一些媒體啊 包括呢 有一些個人肯定是小題大作了 不僅如此呢 兩個人的社交帳號呢 這個互動也很少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吳奇隆為數不多的幾次提到 劉詩詩的社交帳號啊 除了結婚生孩子官宣的消息呢 就是最近澄清離婚的傳聞的聲明了 所以這樣低調呢 其實在娛樂圈的明星夫妻當中呢 也是比較少見的 咱們也是尊重祝福啊 另外呢 就是在生日臨近結束的深夜呢 劉詩詩就上線發文了 那麼她呢 是曬出了自己過生日的照片 也感謝大家的祝福 但是呢 這個照片啊 這個曬她過生日的照片呢 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猜測了 大家說 從這個照片背景來看 當天呢 應該是劉詩詩獨自在酒店裡啊 身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氣球跟鮮花呀 然後前面放著造型精緻的蛋糕 這個浪漫的氛圍拉滿了 但是可惜的是 仍然不見她的丈夫吳奇隆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總而言之啊 大家呢 就是喜歡捕風捉影 這個吃瓜群眾呢 看見一點不對勁的地方呢 就想往上衝 不過啊 有的時候 娛樂圈的瓜就是這樣 傳言大家說著說著就成真了 不過呢 大家還是盼著點武器龍 跟劉詩詩的好 畢竟呢 人倆也不容易 這個老夫少妻的呢 過得也是很恩愛 人家也是很低調 不希望外界過多的關注 還是寧插一座廟 不悔一莊婚啊 大家還是祝福啊 那麼這週呢 還有一件大事就是 浪衛先跟他的前老闆 互私的這件事情 這個詳見咱們上一期 浪衛先的這個視頻 那麼我們也是非常詳細的 給大家講了 這個浪衛先跟他的前老闆 郵旭他們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麼自從浪衛先被前公司的 老闆郵旭控訴之後呢 他的人設就遭到了翻車 而且呢 郵旭還親自證實了 浪衛先是男生啊 相信也讓很多的吃瓜群眾 包括我本人啊 可以說是大跌眼睛 因為我一直以為他是女的 而現在呢 這個作為一個男生呢 他整天一副女生的打扮 這個呢 我們倒不是說這個 有所批判啊 或者說有所評價說 一個男生能不能打扮成女生的樣子 但是確實呢 因為這莊莊漸漸的事情呢 讓他的路人員跌得很慘 在此之前呢 浪衛先曾經在直播當中 其實也透露過 他說呢 他有一個兒子 10年前他就和老婆離婚了 他為什麼扮成女裝呢 就是因為怕兒子缺少母愛 才扮成了女生 不過就有網友質疑了 那兒子行啊 你變成女生啊 那兒子有母愛了 那父愛又怎麼辦呢 於是就有網友猜測 浪衛先呢 可能是同性戀 結婚呢 估計是為了騙婚 想讓對方給他生一個孩子而已 當然了 這僅僅是網友的猜測 那除了這個猜測之外呢 最近這個浪衛先的瓜 是一瓜接一瓜 最近呢 又有網友爆料說 他曾經和浪衛先一起錄過節目 在現實生活當中呢 他能夠明顯看出來 浪衛先是男性 沒有想到 浪衛先直接去了女廁所 對此呢 這個網友說 看到這一幕之後 嚇了一跳 當時呢 剛好就從他 看到他從女衛生間走了出來 這件事兒是真是假 咱們且不說 因為真假呢 沒有定論 他也沒有放到任何的實錘 只是他的口述 以及文字的一個資料 那麼對於這件事兒呢 有網友就調侃說 說如果浪衛先去男衛生間 那估計會把男生嚇一跳吧 所以有人建議說 浪老師出門 最好不要上廁所 那麼自從浪衛先走紅之後呢 其實他也登上過很多的綜藝節目 19年的時候呢 浪衛先還上了湖南衛視的一個美食節目 當時呢 有網友曬出了他跟這個男性特徵 非常明顯的浪衛先的合照 當時呢 也沒有現在妩媚哈 感覺呢 像是這個男扮女裝 但是呢 也只是 就是頭髮長了一點而已嘛 那現在這個浪衛先呢 可以說那是非常妩媚了哈 這個化妝啊 做美這個美睫呀 美甲呀 啊等等 都是跟女生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浪衛先呢 他曾經在直播裡面承認了 他曾經整容過這件事情 那麼除了性別是男生呢 浪衛先已經完全把自己當成了女人 長髮 眼睫毛 化妝美甲 尤其是浪衛先的手啊 那是比女人的手還要纖細 很多女生 包括我看了都自愧不如 但是自從浪老師翻車之後呢 其實他已經很久沒有在更新視頻了 不知道浪衛先要如何做這波的公關 大家對浪老師有什麼好的公關建議嗎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關注一下這個 之前啊就聽說過這個 一人吸毒被抓 其實呢也是屢見不鮮了 那包括也是一人的兒子啊 比如說成龍大哥的兒子 房祖明呢 他就曾經這個 因為吸毒 可以說是斷送了自己的心徒 那麼現在啊 又有一位一人的兒子啊 走了他們的老路 3月11號呢 根據台媒的報導啊 這個人呢 就是吳宗憲的兒子 他的一名呢 叫做陸西派 他的真名呢 叫做吳瑞仙啊 那麼他在去年聖誕夜呢 被巡邏警方發現了吸毒 當場人贓聚獲 並且呢 帶回了警局 最終呢 陸西派交了10萬台幣的保釋金 來取保候選 在3月11號的上午呢 陸西派被傳喚出庭了 據悉這個尿檢結果已經出爐 那麼陸西派呢 也是配合了現身接受了訓問 理清案情 警方調查 陸西派2021年聖誕節晚上到某夜店消費 26號凌晨他走到旁邊抽煙 巡邏員經過聞到濃烈的大麻味 當季上前盤查 經毒品快速反映試劑檢測之後呢 確認其手中的香煙就是大麻捲煙 據悉呢 這個陸西派並沒有吸食毒品的前科 而且他表示呢 因為在夜店接受了不明有人遞來的捲煙 卻誤吸食道大麻的捲煙 而他在被捕之後呢 也坦承這個 承認說這個吸煙啊 但是否認事先知情這個煙呢 是大麻煙 由於毒品測試結果呢 是呈現二級毒品的陽性反應 所以呢 警方根據格道的證據 認定他觸犯了相關的條例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陸西派的解釋相信嗎 好 接下來咱們的人物篇呢 講一講霍起剛 霍起剛 霍起剛最近竟然去詐騙了你敢信嗎 其實呢 這人不是霍起剛 而是某人冒充了霍起剛 真的是很過分了 3月10號呢 霍起剛被騙子冒充 他立馬發出了嚴正的聲明 同時進行了報警處理 霍起剛呢 他是突然在自己的社交帳號上發出了 白底黑字的嚴正聲明 聲明當中他說 最近呢有騙子聲稱 本人會參與合作項目企圖騙錢 他在此誠心 並沒有參與 也從來不會以個人的名義 參與任何的投資合作項目 大家如果遇到 不明來電及短信 一定要主動查證核實 切勿向陌生人透露個人資料 那麼事實上呢 霍起剛哪有工夫去跟個人去聯繫說 投資呀 他自己呢 正最近正參加各種會議 並且呢 在政壇可以說是呼風喚雨 這個節節攀升 那麼他目前呢 正身處內地參加會議 在這個月的時候呢 他在深圳進行了7天的隔離之後呢 再到北京再進行隔離 這是他隔離期間拍的照片 那麼在這個月5號的時候呢 霍起剛更新的動態呢 是在會堂前面拍照流面 看起來呢是心情不錯的 所以呢 這個冒充霍起剛的這位人士 就等待法律的制裁吧 娛樂圈啊 你別想猜啊 因為你永遠都猜不透 而當官宣一爆出啊 很多網友都開始猜測 這個大S會不會和巨軍業 從山菜變成泡菜啊 這肯定是本週最大的一個熱點事件了 不過呢 根據大S的媽媽透露啊 說大S不會變成泡菜 不會去泡菜國 這個巨軍業呢 來中國台北的定居的可能性呢 會大很多啊 但是呢 至於大S會不會去到台灣呢 這個也 這會不會去到韓國呢 這個也是兩說的 但是有傳聞說呢 兩個人位於新意區的豪華婚房已經曝光了 但是呢 這其實就只是一個假新聞啊 這個呢 只是大S很早之前和汪小菲共同購置的台北新意的一套頂樓的豪宅 投資房產呢 一直都是大S的愛好加上副業 眼光準很啊 熱衷於對新意區億萬豪宅下手的他 這個手上呢 不只這一套房 之前呢 他就有一套價值2.76億新台幣的這個灌德遠見的豪宅 那麼這個呢 是將19樓的兩套房打通合成的大約足足有585平的大平層 而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大平層呢 價值2億台幣的豪宅呢 之前已經被爆出哈 被大S賣掉 拯救汪小菲的生意了 那麼雖然呢 這個汪小菲下場闢謠了 但是呢 也不少網友表示相信 畢竟呢 賣豪宅這麼強悍的事情 真的很像大S能做出來的事情 那麼目前呢 咱們也不知道這個豪宅到底有沒有賣哈 那麼之前這個媒體爆出的他們準備好了婚房 不知道居住也會不會真的在台灣定居呢 那麼 汪小菲這邊又怎麼樣呢 在昨天呢 有網友曬出了在機場偶運汪小菲的畫面哈 這一次呢 汪小菲獨自一個人現身哈 可以看得出他拉著行李箱 看起來哈 有點駝背 有點很累的感覺 所以網友看到這個照片就說了 這個汪小菲看起來又累又憔悴 是不是受大S的事件影響哈 那前方發來照片的網友形容說哈 這個汪小菲呢這個看起來非常心不在焉哈 雖然在機場低調的等待著 但是他期間呢他望向遠處 而且呢還不斷的搖頭叹息 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樣子 所以網友們看到了都覺得說心疼汪小菲啊 是不是因為最近呢被大S的事情鬧的在擔心自己的女兒 我覺得呢這樣的擔心大家大可不必哈 這個人呢總有很多的仇事 不僅僅是這一件哈 說不定呢汪小菲當時呢只是單純的在發呆 或者是因為他生意上的一些事情而在發愁呢 好接下來呢我們來說一說 本週娛樂週報的影視片 那麼無星呢要參與的大片馬上就要上映了 不知道你期待嗎 根據媒體的報導呢 動作驚悚片《巨齒沙》的續集 《巨齒沙2聲淵》已經定檔了 他們會在2023年8月4號在北美上映 那麼前作主演傑森斯坦森 蔡舒亞克利夫克蒂斯 佩吉肯尼迪都是回歸的 吳京他們也會在其中搭檔新人進行加謀 如果大家期待的話呢 可以鎖定一下明年的這個檔期哈 雖然還比較久遠 但是他們的宣傳呢已經開始了 不知道大家期待 吳京在巨齒沙當中的表現嗎 好 接下來咱們再來關注一下 這個娛樂圈上市的一個消息 現在股市這麼動盪 沒想到呢 竟然有人挑在這個時候要上市了 那麼這個公司呢 就是著名的經濟公司 這個月華娛樂 2022年3月8號呢 根據港交所官網的資料 樂華娛樂集團正式向港交所遞交了 上市申請以赴港上市了 中興建設融資有限公司和招商證券國際 為它聯繫保健人 招股書顯示呢 樂華娛樂是成立於2009年 專注於藝人管理業務 經過10多年的發展呢 目前已經成為了涵蓋藝人管理 因為IP製作和運營及泛娛樂業務三大互補 業務板塊在內的文化娛樂平台了 那麼在財務方面呢 最近三年的樂華娛樂的業績 可以說是個飛快的增長 因為最近三年呢 剛好是偶像崛起的三年 但是這個時候上市呢 我覺得這個股價可能會比較危險 因為樂華娛樂它是以培養藝人 尤其是偶像為主 那麼它也是這個推出了不少的偶像團體 那麼現在呢這個可以說是這個偶像業務呢 遭到了一個大洗牌 包括呢整治飯圈等等的這樣的行業 包括呢這個偶像選秀也沒有了 那麼樂華的業績會不會繼續實現增長呢 這個我們也是要打上一個問號 對了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孟美琦就是樂華娛樂的簽約藝人 那麼最近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樂華娛樂 最近三年到底有什麼樣的數據 什麼樣的營利呢 這個招股書的數據顯示呢 2019年到2021年 這個公司的收入分別為631.4百萬元 922百萬元 以及1290百萬元 複合年增長率呢是43% 年內淨利率分別為119.3百萬元 291.9百萬元 以及335.3百萬元 2019年到2021年到複合年增長率是64.6% 是幾百百萬元 然後大家一定要注意可以見得樂華是賺了多少錢呀 好的 那麼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娛樂週報的全部內容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等待和觀看 那麼也謝謝大家的點贊訂閱的支持 我是露露娛樂週報 我們就下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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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